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罗马 现代巴比伦崩溃的前夕 Hint 跟古代罗马跟古代巴比伦崩溃的原因一模一样 这篇报道是来自纽约时报 上面说 少数的人够资格 愿意的人更少 美军募兵找不到人 这篇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章 当兵原本在美国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 美军在世界历史上 一直以来都是扮演着一个正义之师 打击恐怖组织 攻击共产主义 打击全球极权组织 力量强大 正直 勇敢 而且永不妥协的形象 但是现在却发生了大翻转 报道上面写说 现在对于军队募兵的官员 是非常困难的时期 军队各个部门都出现了 心血短缺的情况 很多新兵应该要补替上面的位置 现在全部都空缺 造成军队某些重要职位缺乏 因为太少人参军了 上面还说 COVID-19也是没办法成功募兵的原因之一 募兵的这些官员 没办法跟一般的募兵的对象 建立面对面的关系 还有军队中的强制疫苗 也让少部分想加入军队的人却场 最重要的是 各位听清楚了 现在经济太好了 OK 随着最低工资提高 以及数以万计的私人企业的工作机会 当兵的福利就没有这么吸引人了 我们是完全活在平行宇宙吗 OK 这个是这个文章的开头 意思就是现在大环境太好了 美国太棒了 所以大家不想要当兵了 接下来这篇报道说 人民的问题 上面说 四分之一的美国的年轻人 都太不健康了 无法通过最基本的军事训练 还有太多人因为过去的犯罪记录 所以说没办法加入美军 再加上军队内的不平等 性别以及种族歧视的关系 只有10%的年轻人会考虑从军 所以这篇报道就是在说 美国太棒了 太好了 经济太棒了 然后人民都是一群又胖又懒 而且还犯罪 外加上美国的美军的这个制度 对于变性人跟同性人的不公平 所以人民更不想当兵了 对 我们就是一群又胖又懒又爱犯罪 然后但是在乎同性平权的人 说真的 我认识绝大多数的美军的军人 都是一群爱神爱国爱家庭的好男人 左派想当兵的真的比较少 但是我也认识一两个 但是这篇报道忽略了一个最明显的一件事 就是当我们的军队存在的目的 不是为了打击邪恶而存在的正义之师 而是一个实行社会正义 强制控制的政府的系统的时候 那些原本就会想要去从军的人 就不会去从军 而且美军的形象现在好吗 美军年初的时候 才把1900万的女人留在阿富汗被强奸 没有意义的死了13个海军陆战队 而且撇下了100多个美国人在那边当人质 这个身为美军的荣誉感 不断被一个愚蠢的政府践踏的时候 你认为谁会想要参加你这个军队 我要加上近期来陆军 海军 空军 海军陆战队 骄傲乐的这些广告传达出来的讯息是 当兵是可以让你满足你的性幻想的方式 那个广告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 我们之前的新闻都有讲过 什么Jenny的两个妈妈呀 然后还有什么Robert在军中可以找到真的自己呀 因为它是个同性恋 你以为会吸引什么样的人去参军 哪一个性别错乱的人 他们的人生目标是想要拿着M4 带着夜市进去杀兵拉等等 还有这些极度的个人主义 军队变成了一个跟演艺事业一样的东西 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特色 每一个人都要做自己 每一个人都要有自由 这个会是一个像样的军队吗 不只是这样 这篇报道还说到 因为现在美军的要求太高了 他们要求每个人至少都要有高中毕业的学历 或者是没有纹身 这篇报道访问军事专家说 我们要有更多美国军人的方式 就是降低标准 不用高中毕业也可以从军 脖子以上有纹身也可以从军 最主要的是 我们的领导是一个脑细胞 可能只剩下最后一个的植物人 骑脚踏车都会摔倒 我们派出去国际舞台的代表 这个各位看一下这张照片了 法国驻美的大使馆 我们派出去的人 是一个又丑又恶心的变性海军上将 跟一个长相奇丑无比 不男不女 然后兴趣是装成狗跟同性伴侣发生性行为的变态的时候 国际会怎么看我们 我们的敌人会怎么看我们 敌人看我们的方式就是我们是一群又胖又弱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有过度的自信的一群神经病 这个很令人讶异吗 这个世界看我们是一群怪胎 一群神经病 国际看到美国就像电影那个饥饿游戏一样 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住着一群很奇怪的人 有着史上最奇怪 最病态 最愚蠢的价值 然后现在军队招不到人 很令人讶异吗